聯盟主帝寗 請合掌 拿摩本師釋迦摩尼佛 拿摩本師釋迦摩尼佛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好,各位请翻开第五页 第五页 那么这个第五页的倒数 第四行 第五页的倒数第四行 然是秘因 就是成佛的因 就是不生不灭的因 也就是两种根本当中的真本 两种根本 就是一个是真心 一个是妄心 就是一个真本 一个是妄本 妄本 用妄心修行就继续轮回 用真本修行 就直气菩提 不要错用心 精云 无是菩提涅槃 缘清静体 真如经者 世经缘明 能生诸缘 缘所遗者 这一段 对初学佛法的人来讲 非常的困难 我简单 我简单解释一下 我们五十节以来 这个菩提涅槃 清静的自性 缘就是本来 这个清静的本体 这个体性 真如经者 现在你呢 用错心了 世经缘明 世经缘明就是 待望的第八意思 真心待望 待望的第八意思 但是虽然待望 可是全望即真 就像第二月一样 第二个月亮一样 月亮本来就是一个 但是我们望见 月亮旁边又有另外一个 我们现在就是用那个 第八意思 真心待有虚妄的望心 在作用 问题 那么你离开这个第八意思 待望的第八意思 你又找不到清静的本性 没有 那么因为我们错用心 用错了 就是无量一直来 一直往外 所以就人生诸缘 人生诸缘 生起种种的 这个诸缘 包括能锁 能见的望心 锁线的境界 这个通通是清静心性 所引现出来的 而不知道 不知道 第八意思有 见分 相分 致正分 正知正分 第八意思 所引现出来的 就是根深跟气界 根深跟气界 根深 就是我们清静心 加上四大 变成无印 这个色身 也就是说 我们清静心 在里边 但是呢 被这个地水火风 射受响心 是整个困住了 化作神经系统 清静自信 不是神经系统 可是又不能离开 神经系统 如果清静自信 是神经系统的话 那么人死了以后 没有神经系统 那佛性就坏 佛性本来就不坏的 所以就是清静心 加上地水火风 旋转 变成这个色受响心 是待望的无印生 待望的无印生 但是呢 误了无印 就是全部 就是佛性 射即是空 是什么意思 射即是空 射就是佛性 受即是空 是什么意思 受就是佛性 想即是空 是什么意思 想就是佛性 行即是空 是什么意思 行就是佛性 是即是空 是什么意思 是就是佛性 转世成至以后 射受想心事 就是如来葬性 就是菩提涅槃 因此 我们因为不了解 物质跟精神 来自同一个本体 来自同一个体性 见相恶分 本来是来自一个 智体分 智体分就是智政分 也就维世讲的智政分 智政分就是待望的第八意思 那么这个智政分呢 记得 八是 眼是 耳是 鼻是 蛇是 声是 意是 摩诺是 第八意思 阿赖也是 每一个是 都有四分 这个四分 不是只有第八意思 眼是 眼 眼睛 就有四分 相分 见分 智政分 真智政分 耳是呢 耳根呢 也是相分 见分 智政分 真智政分 几个例子来讲 譬如说 眼睛 就是眼根 神经系统 见一切色法 就产生心理作用 这个就是 待望的第八意思 所演现出来的 第八意思是维系的 第二能变 变成第七意思 再来变成粗糙的 前六四 前六四 所以 虽然说 第六意思的分别 跟第七意思的 执着 是怎么来的呢 第六意思 跟第七意思 是怎么来的 就是 第八意思的 见分 被染污了 成执着 变成第七意思 第六意思 也被染污了 变成分别 四四 因此 第七意思的 见分 以第八意思的 见分 为自我 换句话说 第八意思的 见分 跟相分 本来是 来自 一个 字体分 是没有分别 本来就是 菩提 本来就是 菩提 是没有分别的 但是 唯一细的 变动 使它变成执着 执着 所以 见分 就是精神作用 加上一股 强烈的执着 包括晚上做梦 都执着 白天也执着 二六时钟 都执着 执着就变成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止像 就所有像 通通出来 就是因为 我为本位 定位一个我 然后三度空间 所以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止像 全部都演发出来 加一个分别 第六意思的分别 也就是 第八意思的 精神作用 加一个分别作用 就变成 第六意思 那么这个 第六意思 有聚生的分别 还有 后天的 那么这个 分别意思 有先天的 有后天的 先天的叫做聚生 聚生分别 后天的叫做 对境界所起的 叫做分别式 第七意思 也叫聚生我执 聚生法执 聚生法执 那么 那么 引现在外面的 就是 第六意思 跟第七意思 就是同时 执着就分别 执着分别 执着分别 因此我们要了解 第八意思 所引现出来的 前面的 摄身相位 摄身相位 处 变成 五根 这个根身 所攀岩 根身 主要 根身 气界是显现的 可以看得到的 种子是看不到的 是潜伏在八世 田中里面的 根身 气界 种子 就是全部 都 无论是影 无论是显 通通 包括在如来 掌性里面 也就是 四经元明 也就是 待望的 第八意思 虽然是 待望的 第八意思 但是 如果说 你肯修行 瞭望 就是真 虽然是第二页 可是眼睛 好了 剩下 一个 清静的月亮 我们现在 就是 带着 虚妄的 妄心 而自己不知道 所以 你不能离开 现前当下 这一念 待望的 第八意思 修行 待望的 第八意思 修行 因此 我们了解 见分 是这样子 相分 自争分 真知争分 这个 就是 精神 跟 物质 是 其实来自 同一个体性 好 举个例子 譬如说 蝸牛 蝸牛 这个蝸牛 你看了 蝸牛 有两 两只 触角 对不对 一个是精神 一个是物质 可是 光量一 碰到刺激以后 两只触角 怎么样 会缩回来 缩回来 怎么样 就是 他的身体的一部分 对不对 精神 跟物质 在反复来讲 是严重的对立的 严重的贪婪的 但是我们 歇吉士菩提 把精神的 执着 跟分别的执着 放下来 这个像 纵向本来就空 因为纵向本来就 源起的东西 万法本来就 唯心所造 但是我们众生 不知道 精神 起执着跟分别 境界 认为是实实在在的 不知道 境界是空 妄想 颠倒执着也是空 所以 精神跟物质 变成强烈的对立 一直攀岩 一直计较 一直纷争 一直贪婪 起创恨心 然后 其实 精神跟物质 说回来 其实是你这颗心 在作用 其实是你这颗心 在作用 若人一了之三 是一切佛 因观法界信 一切为心照 所以我们不知道说 见相二分 来自同一个自体分 我们不知道说 精神跟物质 其实来自同一个心性 因此严重的 我相 能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因此弄得你死我活 不知道这是生命 无常的 这个法 然后 再来举一个耳朵的例子 耳朵的例子 耳朵也有相分 见分 自真分 正自真分 好 耳朵 动 跟静 动跟静 动就是相分 耳朵的相分 就是动跟静 对不对 有动 就有声音 动态 是不是 繁伐的都市 动态 吵杂的 这个 超市 很多人百货公司 吵杂 这个是动态 耳朵 听得很清楚 或者是音乐 音乐 动 一个人 一个人到深山的时候 没有人跟你讲话 这就叫做静 耳朵的动静 就是耳朵的什么 相分 知道吗 耳朵有什么作用呢 耳朵有什么作用呢 耳朵 诸位 耳朵因为声音的刺激 而产生心理的反射 产生心理的反射 产生心理的反射 而这个反射作用 夹杂的执着跟分别 而佛陀说 执着跟分别 这个就是旺 旺 旺心执着旺成 产生不必要的烦恼 换句话说 我们的轮回的苦 是很厌旺的 我们不懂得享受生命 也是很厌旺的 我们把自己弄得很辛苦 很痛苦 变成压力 也是很厌旺的 因为不知道 能执着的那个心 是空 所执着的静 还是空 因此 眼耳鼻舌身 所引现出来的这个外境 外境 这个外境 就是第八意识的火爆 叫做正一恶爆 通通是第八意识 所引现出来的世界 缘起如幻不实在的世界 我们不知道 那么因此我们 从一出生 就发展五根 在座诸位 我们要了解 五根是为了攀岩这个境界 而发展的 在座诸位 我们也要了解 我们生长的这个世间 如果有光线 它就会刺激我们的眼睛 继续成长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光线 我们的四神经 就会摔坏 败坏 诸位 你看过大地震吗 看过大地震以后 如果一个人 被大楼 大楼